嗨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試催 以及介紹一隻非常特別的場地 嗨 大家好 我是人間夢 剛剛提到的那隻非常特別的場地 就在這個紙箱裡 這一隻呢 是Miyazawa呢 特別為他們的50週年所製作 以及打造的經驗笛 AZ COSMO 那呢 其實COSMO這一詞呢 在這裡卻有它象徵Eats的 COSMO一詞呢 是超過100的意思 所以呢 他們把這一隻場地名為AZ COSMO 其實是想要象徵呢 除了過去50週年之外呢 更是未來50年 以及更久遠之後的承諾 非常有緣分的呢 我一日以來使用的場地 都是Miyazawa 不管是第一隻啊 還是第二隻場地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的第一隻場地是 我們要在後院邊洗衣服 然後邊聽收運機買賣股票來的 那在遇到呢 Miyazawa一堆品牌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驚喜的 因為可以感覺出來 我當時購入第二隻Miyazawa場地的時候 來相比他們的品牌形象 還有場地本身的系統上面的提升改良 都做了非常大的改變 像是譬如雙女可以從紙箱上面啊 看到這個Miyazawa的這個Logo 這個Logo也是後來才出現的 那我們就事故一說 我們來開箱見AZ Cosmo吧 打開呢 你會先看到他有附那個 場地的試銀布 然後以及可以通裡頭的那個水氣的 白色的那塊布 就是人家通常會都是口水布啦 這個 然後還有附那個塞子 因為是開銅的場地 所以他附了可以讓你比較好就是習慣吧 比較不會吹的覺得很漏氣 這是背帶 然後再來19個 然後我就把它放旁邊 好的 我想要特別來為大家介紹這個 長鐵保護套 然後還有以及他的盒子 我非常喜歡他這個設計 而且只有AZ Cosmo這款長鐵 才有這個保護套跟盒子 全部都是真皮的 我非常喜歡他的那個設計呢 是在於呢 他這個套子上面的縫線 是跟這個盒子的顏色互相搭配 我超級喜歡 而且真皮啦 其實可以使用非常久 就是你只要看到上面有一些髒布啊 然後你把它清理乾淨之後 上保護油 他可以用很久 好 那我們要來看長鐵本人了 在這裡 我來幫大家煮起來 那這一支長鐵呢 它的管身是九八唇硬的 那呢在一些很關鍵的地方 它是搭配14K金的 譬如說像是水口板 水口台 黃冠 然後以及管身裡面的反射板 還有按鍵本身的反射板 以及很重要的焊孔的地方 都是14K金的 所以呢從自己點上可以看得出來呢 它的聲音呢 除了是有 唇音長底有的輕量的聲音之外 它還有14K金的溫溫的厚實聲音在裡頭 那它的吹口呢 是MX2 MX2的吹口的特色呢 是它的聲音可以相對比較寬闊 音量也會比較大 擁有豐富的善音 所以它可以吹音色變換比較多的曲子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 是幾個14K金的地方 還有幾個地方是14K金的 像這個保護劍環 紀念徽章 而且還有它這個按鍵上面 這個鑽石雕刻 還有吹口上面這個黃罐也是鑽石雕刻 我自己本身不是特別喜歡雕花的場底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支場底 在各種細節都是恰到好處的 而且我很喜歡他們後來啊 會在牆壁上面 都有他們自己M的那個Logo 像入圍管啊 吹口管的地方都有他們的Logo 以及他們會把使用的哪些成分啊 都標示在上面非常的清楚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呢 是他們現在Miyazawa 所有系列的牆壁上都也用了 布羅格系統 布羅格系統是後來Miyazawa 他們自己開發的 因為這個系統非常精準啊 準確 後來MUnoMazawa自己的長疊品牌呢 也跟他們購買專利 運用在他們自己的長疊上 所以布羅格系統是什麼呢 長疊按鍵啊 本身是有重量的 有些人喜歡輕一點點 有些人喜歡重一點點 像我自己本身喜歡重一點點 比較那種Q彈的感覺 所以我以前去修長疊的時候 我會花比較多時間 在跟計時溝通這個部分 因為之前呢 都只能憑感覺 那種計時去調 比如說你跟他講 我想要重一點點輕一點 或是什麼 他去調整他的反應的程度 那這布羅格系統呢 他每一個按鍵呢 都有他的刻數可以去記錄 那當你在去拿給計時調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啊你想要的感覺是什麼 是用很精準的數字去標示的 那在里加的實際上 紀錄是在AZ Consumers之前 我也想要讓大家認識一下 我第二隻的Miazawa上帝 因為等一下呢 我會用他的來跟AZ Consumers 做聲音的比對 這樣比較好讓大家知道 Miazawa這幾年他們做的一些改變啊 以及技術上面的提升 GS這個型號呢 在Miazawa面是非常特別的 他沒有GS1的GS2 他這時候GS 他的材質跟他的這個型號啊 一樣很特別 他整隻雖然看起來是很純銀 但其實他是90%的純銀 配上了10%的黃金 所以我想他在音色上 是有跟AZ呢 相似的地方 一定都是有純銀帶有溫潤的聲音在裡頭的 好的那我們就要進入這影片最主要的部分啦 就是我要來實際試催AZ Consumers 這次場地了 那一般來說呢 我再試長地呢 我有幾個部分是特別在意的 像是他的低音啦跟中音 因為這兩個音域都是長地音量相對不好表現的地方 那高音呢 我會是米拉的連結以及聲發 另外一個很大我會是地方呢 是他的力度範圍在哪 像小聲呢 我就會用捷徑哨音啊 以及泛音去看 這隻長地對微小的給氣的敏感度如何 大聲我們會用風格比較鮮明 比較多斷奏的曲子 就是他的對於一瞬間大量的氣跟音量的成熟度在哪裡 那我們就實際上來聽聽看吧 對於一瞬間大量的音量 我會用風格的聲音 我會用風格的聲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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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